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阿N与阿Lam 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张英才的戏剧人生。 今天仍然是和大家分享张英才演出过的一些电视剧集。 在1995年刑事偵緝党案2, 接着是《亡情阔宵夜》, 然后是《廉政英痴之火枪游情》。 在1996年,有《笑傲江湖》, 他就饰演《少林方丈》饰演。 接着是《地狱天使》,饰演任平生。 《西游记》,饰演泰白金星。 1967年,《天龙八部》,饰演黄眉大师。 《苗翠花》,饰演明镜大师。 1998年,《外府不怕做》,饰演东叔。 《西游记》第二册,饰演泰白金星。 接着是1999年,《刑事偵緝党案》第四册,饰演文医生。 《监政十六》第二册,饰演欧瑞慶。 《洗冤陆》,饰演徐大人。 《片中传奇》,饰演八旗旗主。 《茶士顾香龙》,饰演朱老闆。 《二千年》,《无叶流民》,饰演罗宾汉。 《医神华陀》,饰演华逆之。 《十月初五的月光》,饰演梁智才。 《二零零一年》,《美丽人生》,饰演何伯伯。 《丰臣榜》,饰演何阳俊。 《沉秦记》,饰演和事后人。 《二零零二年》,《彩色世界》,饰演林乐儿的父亲。 即是孙圈的父亲。 《无头东宫》,饰演丞相。 《七号差馆》,饰演苏远长。 《佳大欢喜》,饰演刘一首。 《萧十一郎》,饰演杨开泰之父。 《二零零四年》,清出于南,做校长。 《比翠暖曲》,饰演何德昌。 《佳大欢喜》,饰演陈主席。 《二零零五年》,翻身大小,饰演贵叔。 《我的野蛮奶奶》,饰演私属老师。 《人间蒸发》,饰演几天城。 《二零零六年》,《施公奇案》,饰演老师爷。 《飞短流长》,《父子兵》,饰演冯德迅。 《布衣神相》,饰演賴若郎。 《柳柱有情人》,饰演金松花。 《高朋满座》,饰演财妓。 《二零零七年》,《父子兵》,饰演名宿。 而这套《父子兵》,也是她退休之前的一部作品。 此外,她也拍过一些其他电视节目。 譬如在七十年代,她曾演出过《欢乐今宵》。 在八二至八三年,她演出过《丝绸之路》。 和在1994年,她也演出过《江山如耻多芬》。 接下来,我们会讲讲张英才的配音作品。 大家都知道,张英才配音是相当之好的。 是一个一流的配音演员。 以下就跟大家慢慢地分享她配音, 配过什么剧集和角色是谁。 首先,就是1977年的《木偶奇遇记》。 她配那些渔文。 1980年,《太空战士》。 1980年,《太空战士》。 她配《汤儿江》。 另外,《高立的未来世界》。 这个角色因为写日本文,所以我不太识读。 在1984年,《太空战士》。 1984年,《太空战士》。 她就会配《大元帘士》。 1986年,《幻变骑兵》。 她就配《米亨》。 就是《万毒魔党》的首领。 接下来,《变形金刚》。 她就配《基敏战士》《河斯》。 1987年,《魔法之星》《爱美》。 她就配《经理人》。 《妙犬神探》。 她就配《莫雅帝教授》。 接下来,《外星小美依》。 她就配《美依爷爷》。 《天威勇士》。 那张英才就配《其妻大人》。 《人造了甚么》。 那张英才就配《博士》。 那接下来,《1988年》。 《龙珠》。 那张英才就配《牛魔王》和《波波》。 接下来,《成羽动画郎》。 张英才就配《龐冲》。 《卓文君的父亲》。 《赵车》和《楚文王》。 那接下来,《我的身体之多少》。 那张英才就配《博士》。 接下来,《1990年》。 《剧集》就是《圣斗是圣始》。 那张英才就配《一辉师傅》。 接下来,《长腿叔叔》。 张英才就配《夏文胡乐雅》。 即是《语文老师》。 接下来,《1991年》。 《圣斗是圣始》。 张英才就配《童虎》。 《龙珠二世》。 张英才就配过很多角色。 分别是《牛魔王》。 《海龟先生》。 《波波》。 《南美星大长老》。 《南戒王》。 《巴比迪》。 这几个角色都是张英才配的。 接下来,《变形金刚》。 《胜利之斗争》。 张英才就配《拉斯达》。 接下来,《丁当》。 张英才就配《老师》。 接下来,《铁甲马利亚》。 张英才就配《利帕鲁》。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张英才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下条片再和大家分享张英才的演艺人生。 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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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